嗆嗆三人行 刚才这节目开始之前 这位女士说 林彪飞机的黑匣子在哪 在俄罗斯 现在在俄罗斯 那这个黑匣子里边的秘密 中方知道吗 中方不知道 那为什么现在还不告诉我们呢 不是他不告诉 实际上他曾经发出过这种信息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黑匣子给你们 这个是说叶利欣刚刚上台不久 然后俄国军方和中国的人有一个接触 然后在大概是把酒言欢 谈得很高兴的时候 俄国人反正喜欢喝酒 然后就说不知道他们是有意透露 还是无意 反正说当时中国人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没搭查 因为谁都没有接到这种指令 谁敢随便搭查 所以就过去了 过去呢 但是回去 他们肯定要向上请示 汇报 但是咱们上面没有回应 就没有 所以就 现在我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老师是什么人 李丹慧 李丹慧老师 因为呢 这个这里就说到华东师范大学 你们都是冷战时研究中心的 这个沈志华老师 沈志华老师来我们节目好几回聊这个朝鲜战争 是吧 他其实他太太更厉害 所以他们夫妻俩呢就一块来 但是呢我这次觉得啊 不让他们夫妻俩啊 同在这聊 因为上次试过 怎么样 我发现这个夫妻俩都是学者呀 他这一聊啊 没法聊 老公说话的时候啊 太太总在一边指出他的错误 说不是这个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这就没法聊了 所以我决定啊 咱们单独 李老师 李老师啊 为什么我记得啊 其实是前两年咱们就聊过 聊完了之后啊 他给我留下一个话头 引起了我的兴趣 所以咱们不妨啊 讲今天中国跟周边的关系 从哪说起呢 对越自卫反击战 就当年跟越南打的这场仗啊 你像他们这个研究这种国际关系的人啊 他当时讲 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 他说当时邓小平打这个越南啊 这场战争啊 实际跟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有很大关系 这个所以今天咱们又接上这话头了 您跟我们聊聊 行 那我就不是 我就简单谈一下 这个当时打越战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啊 对 其实现在是有几种看法 一个呢 就是这个也是我认为首要的一个啊 就是要打击苏联 因为苏越已经结盟了 那么中苏关系当时是处于一个很恶劣 也就很差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那么苏越结盟 那么就等于是在中国的南边有越南一个一个敌人嘛 所以呢 那么苏越结盟呢 中国就想要打击一下 打击越南 同时打击越南深厚的苏联 主要是这个目的 那么第二个首要因素 主要因素呢 就是一个改革 就涉及到中美关系 实际上有点停滞 到这个77年78年有一点停滞 发展比较缓慢 而邓小平上来以后他在搞 随着他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他的战略的推进吧 他就他曾经说过 这是有一些学者说 看就是看他的谈话 他曾经说过 如果要搞改革开放 就苏联人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再和依靠苏联 那只有就是依靠美国 只有美国人能够帮着我们来搞这个改革开放 那么所以呢 他就是要打一下苏联呢 就是拉近中美关系 就是促进美国调整对中国关系的步伐 然后呢来促进中国国内的改革开放 有点打给美国看的这个意思 他就是告诉美国 你看我在帮着你牵制苏联的力量 所以79年初邓小平访美的时候 曾经跟那个卡特他们就说过 说我要通报一下情况 说我要那个我们想打越南 然后当时卡特那边 当然美国就说还是不打好吧 就说那么邓小平就说 那就是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后来以后说是卡特的那个回忆录里 也就说了邓小平说话算数 那就是打越南 这不是就说话算数 他就确实回去没多久就打了 然后美国后来给中国的是 他没有明确的说我支持你们打 因为不可能 这种关系不可能 他不能让苏联知道 我明确的支持中国要打这个越南 所以但是他提供的消息是我们可以帮着你们来监督苏联的动向 我可以想因为当时其实中美之间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准军事同盟关系 咱们特别是那种军事通讯这方面什么卫星监测 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 真的 所以美国就说我们可以帮着你 苏联有什么动静我都可以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就无忧了 有美国在这帮着 那么所以就邓小平回来下定决心要打 那么再插一个就是苏联到底是当时是一个 按道理来讲苏联之间是盟友关系 他们签有这个条约的 你如果中国去打 他是有义务有责任去出兵帮着这个越南 但是他没有动 而我们采访的就是当时这个驻苏大使 他就说了 他说苏联人不仅不想动 而且他把因为是天冷嘛 二月份一二月份的时候 东段都是水界 中苏边界东段是水界 对吧 是乌苏里江黑龙江 还有湖 然后全部结冰和很厚的冰 他把那个冰都凿碎 就是表示他不过节 对像中国透露这种信息 我苏联不会过节 就是苏联那时候实际上是想要调整对华关系 而且他也不愿意中美之间走得那么近 这对他是一个很不利的这么一种状况 所以他是有这个所以你打他小兄弟他就能不管 对他不管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就假如说他当时想调整对华的这个态度 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做这么一个苏联结盟呢 因为这苏联结盟很明显也有一个假想的对象就是中国吧 因为中国的反苏路线并没有改变 所以他还要巩固 对他要巩固 他必须要抓住越南 越南是他的一个关键的国家 他能够抓得住的 那么同时也可以稍微抗衡一下 就是美国向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这种渗透 所以就说这个30年就要不说弹指议会间 就是你看当年的这个这个什么 你看他们研究冷战史美苏中 现在你看又是这么个情况 而且现在随着中国的这个国势的这个变化呀 你看中国这一圈国家呀 最近你看这两年的新闻都发生了种种的这种关系 这个什么越南呢 这个这个这个东南亚缅甸呢 包括那边印度啊 什么什么苏联呢 这些对你这个研究这个这个边界史的学者来说 引起什么思考啊 就我来讲呢 我是认为啊 就是边界问题是最好是早解决 越早解决越好 这个呢我还曾经有过一个有过一个变化 过去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可以 比如说在这个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 我们可以 可能在某个时间段里边我们就不解决 不解决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边界斗争机制 就利用边界机制来 来做砝码 对对对作为砝码 但是从现在来讲呢就是随着就是后来的这个研究的深入 还有一些观念的转变 我是认为呢边界问题越解决越好越利于就是你和周边国家就是周边环境的稳定 因为边界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特别是周边国家涉及到比如说华人的华侨啊民族问题了对东南亚方面对东南亚地区那么就会很敏感 他们就经常会为这个事情就是闹 闹得厉害呢实际上对中国不利啊 只是说你在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你要到底怎么样 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就是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全都是特别是毛时代 基本上都是放就是让 只要能解决 我可以争议地区 我可以咱们就我就放就给你了 是这样的 我是从这个如果你要谈到目前的这种状况 我认为边界问题早解决早好 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现在都是包括老百姓都感觉咱哪能让呢 咱们不侵占他们就算好的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您原来说的边界问题可以做砝码 就我觉得大格局上讲是对的 但是问题是它又会产生一种副作用 就是边界问题很容易混进了别的问题 就别的问题发生毛病的时候 对边界问题这种东西一掺和进去 那个问题复杂化 而更复杂的地方我觉得今天跟毛时代有个很关键的不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你说毛说要放 老百姓小的嘛 就老百姓小的又能怎么样呢 但今天呢 这个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中国了 有了一个所谓民意的 对这个民意民情民主主义各方面的东西参呼下来 边界问题呢就牵连出一连串的这些事情 那个政治后果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对这个是这个不是就是说中国要让的问题 我主要是觉得如果解决边界问题 这里边有两种状况啊 一个就是历史条约造成的隔让领土 这个呢就一定要遵循就是国际法的原则 那么国际法的原则就是就是政权更迭以后 我其他的政治性条约我可以不继承 对吧就可以完全废除掉 那么在边界问题上 关于边界的条约涉及边界问题的条款 什么这个协定是要继承的 因为你如果不继承 这个真是会天下大乱 中国老百姓 我咱们就以中苏边界为例 中国老百姓有很多那种特别强烈的 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一下会起来 就是和这个过去的 我们所说的什么所谓的就是不平等条约 割地不是割给苏联150万平方公里 对啊 和这个是联系到一起的 我们这么多领土都让他们割走了 那个我们还不跟他们要回来 其实这个是一层 但是老百姓呢 他可能并不太了解 什么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这个边界条约可以继承 老百姓并不知道 我们也缺乏这么多年来 特别是就毛时代 就没有国际法 没有谈过 对吧 是 那么这是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争议地区 这个争议地区在谈的时候 那就是要看了 这个争议地区的话 谁让谁不让 怎么个让法 这是一个很难谈下来的 说想要把这个边界问题很快的 很和平的合理的解决掉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对啊 这谁能让呢 是吧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中苏边界上有什么好玩的事 中苏边界上好玩的事非常多 咱们可以先谈谈就是50年代 因为50年代 特别是50年代初 这个中苏结盟以后 这个不是苏联是老大哥吗 苏联是老大哥呢 那么这个中苏边界呢 就是双方共同守卫的这条边界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苏联就是中国的这个边境地区的老百姓吧 基本上没有什么领土概念 边界概念 各种越界的方式 50年代的话跑过去什么去摘果子 牧羊的 对放牧的 那边水草好就给放过去了 然后还有什么 跑过去吓唬一下苏联边防军 因为它有一段是叫剪辑袋 就检查痕迹 有没有越界的痕迹 是用推土机推过的 平整的 然后你人跑过去不是会留脚印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冲过去吓唬下唬边防军 然后让这个苏联边防军紧张 其实他们也不紧张 他们就会 但是他们确实会驱赶让他们回去 他们就是想看看苏联边防军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各种各种越界 这是老百姓不想活的 就是老百姓闹着玩的 对 但是60年以后就随着中苏两党这种分歧的加深 斗争的激烈 然后边界冲突也越来越激烈 所以到60年代 中苏边界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 一直到珍宝岛 对的 一直到珍宝岛发生了一场战争 其实对很多边民来讲这种国界争议地区 我见最麻烦 这不只是中苏啊 我们跟别的地方也好 别的国家间也好 常常都是边民会引起一些冲突 但我有时候常说那些边民是游牧民族啊 他们的角度去看是很古怪的事情 因为他会说我们游牧民族本来也就没有太强烈的边界概念 自古以来他甚至他也可以说我们自古以来我爷爷我真嘱咐就在那边说那个朝长豪怎么样 他的整个生活半径就这么大 对 但是问题是国家界限一划下来之后 这就成了一个麻烦的根源 是不是常常都是因为这种问题吗 对 你说的这个很对 因为特别是中苏西段 因为他有那种非常深厚的民族血缘关系 对 不管你哈萨克民族和他那边的血缘关系维吾尔族和他那边的血缘关系 我们现在说说维吾尔族实际上好像原来没有这个过去古 古说我们叫维吾尔 现在维吾尔 但是有俄国学者说是他们的科尔克兹族 就是他都有这种非常深厚的血缘关系 再加上由牧民族逐水草而息 他那边的水草好 那我就自然而然过去了 然后又有这种民族关系在里面 所以我们才能会有1962年不是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 就是伊利塔城事件 伊塔世界 就中国的编民都是少数民族 都是他们那个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等 然后就是邪二代女带着这个牲口农业生产工具 然后是跑了有7万多就跑到这个苏联那边去 然后苏联那边的中亚几个共和国在那边设立接待战 有棚子然后接待他们 来了以后发给他们好像每人也不是多少卢布安家费 因为他们那边也缺少劳动力 所以他们也欢迎去 你说这个像是游牧民族 他是不是会有一种就是我愿意当哪国人 我就能当哪国人 国家身份的关键 他这个特别是西段 你知道西段就很有意思是什么 西段是50年代的时候 就是1950年中苏在谈判这个条约 签新条约的时候 因为西边的新疆地区没有新的少数民族的课本 所以当时中央指示塞福鼎 塞福鼎要去苏联继续就参与周恩来的那个谈判的时候 就说你去苏联想办法把苏联的一些课本带回来 用作新疆给他们少数民族用 所以塞福鼎带回来的都是苏联的课本 苏联的比如中小学课本 他课本里的内容都是 我是苏联公民 我的这个首都在莫斯科 我是什么什么都是这种 然后咱们又是50年代这种兄弟 亲密的兄弟关系 也不太在乎 对根本不在乎 所以可能就中央政府就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到一直到伊塔事件之后 然后中国我从中国的答案材料里面看到 才进行加强进行三个一教育 什么三个一就是一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首都北京 原来都是乱起来 原来都是乱起来 首都在哪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我忘了是一个党 中国共产党还是一条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 反正是三个一这种教育 然后所以香港现在讲什么国民教育 有些地方很难搞啊 难搞真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李老师的这个丈夫 沈志华老师刚才在场外指导 说让他讲64年中苏边境谈判 是吧 那个有什么密文呢 那个很有意思 1964年2月到8月啊 是中苏之间第一次边界谈判 那么中国代表团的方针呢 是一个就是要坚持说苏联是不平等条约 第二个呢就是解决争议地区问题 那么毛泽东有一个底线是交代给代表团的 说苏联代表团呢只要承认了不平等条约问题 那么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 我们就都可以不要了交给代表团是这个底线 那么代表团认为很低 这个门槛非常低啊 很高兴 但没想到谈起来苏联不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 那么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 双方呢在避开这个意识形态的争论了 开始在谈这个务实谈谈对对对 然后是双方的这个有一个边界工作小组 就这个东断边界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草案了 这时候就除了这个黑瞎子岛 福远三角洲黑瞎子岛对于苏联来讲是比较有战略意义的 他不放以外其他的就主航向主航到中心线 中国一侧的岛屿他全部都归还给中国了 如果要是这个条约要是签了的话 就没有69年的冲突了 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么所以到六月底的时候呢 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叫于战 是外交部的苏东司的司长 于战就很高兴就安排这些苏联代表团的人说到北戴河区域疗养去吧 然后他们就走了 结果呢就没想到7月10号毛泽东在这个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 是他们的左派就左左不跟三的时候呢 在这个日本人呢提出了说日本和苏联之间有领土问题的时候 毛泽东忽然就说说他们占的领土多了去了 说这个什么历史上什么勘察加半岛等等等等 说那150万领土的账平方领土账我们还没跟他算呢 这就提出了第一笔领土账的问题 结果这个呢本来是一个和这个代表团那些聊聊天的事儿 但是他知道这个代表团接着就要去香港 然后再回国 而且并没有告诉他们我的谈话咱们是内部的 你不能够对外发呀 所以他是7月10号谈完以后左左不跟三他们11号 然后就到了香港 然后就举行记者招待会 就把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就给捅出去了 那苏联就不签约了 然后你看捅出去之后接着就是日本的这个各大主要媒体就报道 结果就事情一下子就就给就是一个轩然大波 当然赫鲁晓夫非常恼火 咱们先说就是中国代表团休假结束以后 又回到了那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那种义愤填膺的 然后又跟他提出了什么唐弩乌良 唐弩乌良海问题 这是17点1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这是第二笔领土账 然后3.5第三笔领土账争议地区 结果到了8月22号的时候 苏联代表团说 我们不谈了 我们要回国了 然后中国代表团这时候又想往回收 说我们能不能先把草案给签了 苏联代表团说不签了 我们要回去 如果你们要签要谈的话 以后到莫斯科来谈 人家就不理咱们了就走了 结果接着就是9月份 9月15号 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 也是跟日本人 然后就谈到了这个领土 他没有直接但是是针对毛的 他就说苏联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然后说我们苏联拥有 你知道是拥有毁灭性的武器 谁胆敢侵犯苏联的领土 我们就让他就有去无回 那么实际上就是核威胁了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谈话 毛的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客观上导致了第一次边界谈判的破裂 如果中国还想谈你觉得这是他的他的这个性情脾气呢 还是他的是某种谋略呢 对你提的好 我认为是他的谋略 他设的这个门槛一点都不低 因为他这个时候想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已经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靶子竖在那了 他认为中共党内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所以他不能让谈判成功一团和气 通晓夫修正主义那怎么去搞这场运动 这一件是冲这儿去的 所以这个门槛一点都不低 俩人都借着日本人聊起天的 他实际上是就是要舆论要对苏联作战 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所以更加这时候在运机主义这种关上 马上更紧更紧 一定再紧去前途